下面应该进入今天的展望与经验环节 请刘凯隆教授和朱建国教授为我们主持 谢谢 前面的内容呢 实际上刚才一开始压力挺大 觉得超时很多 结果一看日程排的可能有点小问题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原来原定是3点50结束 好像多排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结束的时间 应该不会晚于3点50 朱建国教授可能是他要参加院里边有个办公室 喂 女教授你好 那个两点半那个是开始开 我在我在的 但是那个视频打不开 好像那个 刚才还看到你 对对 我那个这边打不开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这样 但是可以看到声音 朱教授您先主持 您先主持 好的 一会儿您要是会开始 好的 另外我们那个大咖程教授 我看一直在线上 刚才那个我们也欢迎程教授 给我们那个 今天来给我们年轻人做指导 但是我想征求点程教授一下 您是点评是每个人讲完了点评一下 还是最后一起把四个讲座都点评 没有 他们讲吧 我最后我听了以后 我学习 然后我再和他的体会 好吧 那就您就最后 你们开会 我最后我听了以后 我看看我谈谈我的体会 好吗 好的 谢谢程教授 你们主持 程教授好 程教授好 你好 好的 你请吧 你请吧 好的 这样我们现在是请出我们新疆的阿波利兹教授 他带来的题目是五广化精疲圣经术 在上尿路劫持的应用 点评和讨论的嘉宾是廖来凯教授 宇宇宇宇宇宙教授和于昊教授 我们大家热烈欢迎阿波利兹教授的精彩演讲 尊敬的陈燕教授 然后李军教授 还有徐科学教授 还有各位主持的教授 大家笑话 非常高兴有您在线上跟您见面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说一下 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经验 就主要是在五管化 禁闭深境在商量的 就是一个应用 那么五管化 我们觉得五管化 基本上觉得是 没有深造的管 但是有这个双接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完全的五管化 完全的五管化就是 既没有深造的管 也没有双接管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五管化 那么五管化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最主要的是 它可以减轻这个疏忽 深造的管 强拉带来的疼痛感 还有避免这个深造的管 与深藏机会等粘膜 摩擦造成的出血的事件 第二个是它是更维创化 手势般很小 一遇被患者及家属接受 同时它可以 我们要是做完这个 完整五管化以后 减少这个双接管综合症 包括这个膀胱刺激症状的 是第一个是做的出血时间 那么你不放双接管 对这个患者带来的直接效应 可能是经济效应 还是节省 节省二次八管的费用 那么对小孩来说 刚我们李津教授前面讲的时候 也说了 对小孩来说 它在这主要是第二次 它可以减少这个二次麻醉 那么以下情况下可以考虑做五管化 第一个是书中一定要确定没有残留的结石 第二个没有明显的活动的除血 还有就是身脏的集合症 结构比较完整 没有传空这些病房症 还有就是结束了尿膜 没有连连等等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证 这个病人术前就没有这个 泌尿性相关的畸形情况 那病人的选择上 我还是个人建议 选择比较单发的 和肾斩或者肾移里面的 还有就是相关上端解释 或者是相对不复杂的多发解释 包括比如说 肾移和一到两个斩的那种解释 那么对于这个 什么样的情况 不太适合做这个五管化呢 一个是有泌尿性解剖 异常的患者 第二就是有明显的 凝血过程障碍的患者 或者是有除血倾陷的患者 还有就是 但有这个严重感染 还有这个浓胜的患者 就不建议做这个五管化 那么通道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可视穿刺 这也是包括我们李津教授 徐科威教授 还有我们这个陈岳教授 和我们薛科威教授 非常拿手的这个可视穿刺 也就是4.8F的 还有就是李建兴教授 去发明的这个最细的这个4.2F的这个尼托科威教授 等等都可以做这个可视穿刺 那么可视穿刺 当然现在它还有一个外窍 可以把通道 实际上能扩张到你想要的一个通道 但是你不要扩张这个通道进光下 它就是只能是在碎时不能取实 而且只能用火机光 当然完全可以做无管化 我觉得是如果你单用这个针的话 最好选择1.5公分以下的结石 那么UMP就是超级险阱 这也大家知道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上海人机医院 其实是做的最多的 那么它的这个外窍是C和13F 但是它有一个这个窍 还可以结石碎外以后 还可以冲出来 那么它也只能用这个火机光 也可以做无管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两公分以下的结石 比较适合 那么这个超级通道 就是曾国华教授的超级通道的话 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手术方式 那么它的主要的工作通道是12到14F 一个7F的一个盛进 它主要带着负压 那么结石取出来就非常快了 而且可以用火机光和弹道都可以用 那么我觉得结石大小的话 比较适合3公分以下的结石 那么当然他们现在也在做 我看刘永达教授 他们也在做小于4公分 甚至4公分以下的结石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3公分以下的结石 还是比较保险 那么微通道 我知道这个提起这个微通道 我最主要的建议用14到16F 最好用在3公分以下的结石 你这14和16F的通道就够了 那么是我们 我建议用6,7.5的数量挽进 带起来这个神经 因为这边存在一个精臂号别 那么它是碎弯结石 形成一个快速的一个 这个水泵的一个Volume 把结石重出来 这个大家都很拿手 那么可以用单道 也可以用火机光 那么一直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好多人就问 就通道变小了 会不会增加这个感染的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就说起来说话 我这儿个人做的一个 大概有个将近200类的 这个无管化的精品生 包括成人和儿童的 那么成人大概是81例 儿童是110例 那么成人里面 数前有尿度感染的29个 儿童是47个 那两边养型是分别是9个和24个 那么术后发烧 大约38度的 我们承认是没有 那么儿童只有4例患者 出现这个术后的发烧 那么这些患者都没有出现 这个术后严重的感染 包括浓度血症等等 所以说通道变小了 不一定是增加了 这个感染的机会 那么怎么样预防 这个术后的严重的感染 第一个是选择 病人是比较重要的 数次之外 你要重视术前的这个感染 还有就是这个金桥比例 一定要是和适 因为我知道这个包括 陈岳教授和邪格怀教授 一直在这个金桥比例 这个相关的研究 而且在中华面料 也有一篇文章 那么我也比较认可 这个金桥的比例 因为你金桥的比例 小于0.8 你的水平里压力 是处于一个40公分 40厘米 处于这个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只要镜子和桥的比例 大于5万分 那么顺应的压力 是明显的低的 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病例 大概顺应一个2.5公分的 一个单发的结石 那就术后是我们做的是个 完全无管化 要取的这个结石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儿童跟成人 哪一种是更适合这个无管化 那么今天李敬教授也讲的 儿童跟成人是不一样 它是包括它的结石 分别也好 其他也好 我觉得儿童不能作为 把所小的成人来看 我也是完全认可这个观点的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 儿童和成人的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大概前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成人是71个 儿童是81个 那么平均的这个结石最长进 平均是成人是1.69 儿童是1.7 这两个之间也没什么差的 那么我们包括就做的是 12和14的通道 那么我们对比对手术 术后的结果是 那么手术时间上 是基本上这两个是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血色式的变化是 明显有区别的 那么儿童的血色式变化 明显的少于这个成人 这也证实了我们这个前面 我们李军教授所说的 这个儿童术后的出血 是明显比成人少的这个观点 我们这两组里面 我们无管化的两个都是百分之百 那么完全无管化是 成人是87% 小孩是86% 那么术后包括一天和一月的近视率 都是没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包括我们术后的一个月的近视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那么这也是个两次儿童双胜一个多发的结石 我们分期给这个两班都做了完全无管化的手术 那么这是术后一个第二次术后 第二天复查的一个CT 那么大家看右侧有一个小小点子 一个左侧一个小小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这个层面是大概是三毫米层 按现在的我们这个术后残尺流的标准来说 应该不算是术后的残留结石 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一岁半的小孩 那么小孩当时做的也是完全无管化 术后这个小孩还是可以直接是从手术抱下去的 那么讲一讲我们这个无管化手术的一个并发症 那么最主要的并发症就前面讲的第一个是发热 那么我是回总的下 讲究200个病人的这个术后的并发症 那么承认是没有出现 那么儿童出现四例是术后的发烧 那么血尿成是两个儿童是一个 那么血尿一般来说是术后第二天 第三天都可以自行消失 那么深周的血种 刚好儿童有一个深周的血种 但是这个小孩也是术后 也没有输血也没有介入 术后这个深交通就是 结实移到这个数量化里面 出现了刚好儿童一个乘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术后长工的汇丰漫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 一个六岁小孩 剩一个将军 两公分半分将军三公分的一个结实 那么我们也是说做的完全无管化 而且这个结实因为是阳性结实 我们书中是做了这个CCM的托试 还要做的B超正式 这个时候是这个没有材料结实都取干净了 但是术后第一天开始深交通 那么术后复杀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小碎块 掉到这个树长工末端 当然这个小孩也是 术后这个自行排出来 这时候第二天就深交通就消失 这是成人的 做完以后的一个图像 这个成人也是刚好就是树长工末端 其实这个结实 那么已经基本上可以排出来了 但是这个家是比较着急 所以我们也是在静脉麻子下 把这个树长工末竞把它去结实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也是没方管子 那么这次再提醒大家 比如说尤其是右侧 术后出现这个深交通 有些病人不点心 那么这个病人就是术后出现这个 优下肚的疼痛症状 而且伴有这个稍微一个肚子障 那么差点我们这个 当时我们卫生外科的大夫看完以后是 他们考虑蓝维炎 差点做蓝维的手术 最后我们还是做完这个术后的这个 明术学习记来证实 这是一个末诞解写 那么就避免了一次 病人的一个误证吧 所以就大家还是谨慎一点 那么这是一个术后出现血准的小孩 这个小孩就是一岁半 那么这个小孩术后 他那个尿根的颜色是非常的轻的 但是我做这个无办法的手术 就是肠胃习惯 术前一天要查 那么术后当天也查 那么术后第一天要查血缩疏 那么这个小孩的血缩疏明显的往下降 往下降我们就找了CT看看 你看就是神舟就这么大的一个血种 当时八围说是他的八围吓一跳 那么第二天到第三端的时候 血缩疏也稳定了 当然他是术前是血缩疏11克 最后掉到7克的时候就稳定了 当时我本来是给他数血 但是家属是死活都不通应 但是好在就是到7克的时候 这个血缩稳定了以后 这个血缩疏就慢慢往上走 就是出院的时候 就这个小孩也是我们这个手术 中间时间最长的一个 之后第六天他回家的时候 血缩已经往上走了 那么后面一个月以后过来复查的时候 已经这个血缩基本上已经吸收了 那么怎么样一个预防这个无感化手术 做完一个冰化症 那么第一个一定要重视这个感染情 跟前面所说的一样 就是术前有一个尿片阳性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明亮抗生素 包括书中的结实培养 我觉得也更有意义 就这个跟这个吴文杰教授的这个研究 这个是一致的 那么扬成一个习惯 就是术前 术后还有术后第一天 硬要复查一个常规 如果学数是明显下降 包括采取一些治疗的措施 必要是这个数字减硬 当然我们这个将近280患者 没有出现过一列做这个介入的 术后也没有输过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三次以下的小孩 我们是建议留着这个数量管导管 接受数前的数量管导管 有个24小时 术后第一天跟尿管一起拔出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对这个尿外肾 它会刺激他的后部膜 那么更容易出现 这个常过能减慢 辅障的情况 所以你要是防这个数量管导管 你就避免了这种情况 那就术后第一天 你就拔掉就可以 那么当然术后 和这个包括PUV 包括B超 我可以自己来评价这个手势的效果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 你严格把握这个手势实用的情况下 无关化清闭性还是安全有效的 主要是它恢复时间快 而且你做完完全无关化以后 就不用二次八关 节省费用 对儿童来说 它是减少了再一次麻醉的风险 然后除此之外 你无关化完了以后 一个是可以做日间病房的一个日间手术 它是变得 变得这个精密深境 跟这个铁白碎石和软镜一样 没床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儿童患者 只要接触躯干镜了 更适合做无关化 我的背包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阿波 然后那个刚才阿波里斯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一个 他们这个单位关于无关化的这个经验 我们有请三位讨论嘉宾 对阿波这个带来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 进行这个提问和点评 那个廖乃凯教授在线吗 在的 在的 各位领导 各位泌尿外的同道 大家下午 感谢阿波里斯教授的精彩演讲 大家就知道现在随着我们这个 器械的这个不断更新换代 和我们这个手术医生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个精疲神经啊 这个我们那个泌尿细节 其实这个创伤是越来越小 现在我们都已经想把精疲神经 作为一种日间手术 作为一种目标了 我们呢 我们医院呢 也做了不少这种无管化的精疲神经 我想这无管化精疲神经呢 也是我们中向一个精疲神经 日间手术的一种努力 我们也做过不少 但是呢 儿童方面我们有做过啊 儿童方面因为我们接触的少 我们还不敢 所以今天听了阿波里斯教授的课呢 都已悲浅 阿波里斯教授从这个无管化精疲神经 术前病人的选择啊 还有这个术中手术方式的选择 包括病房处理都做了非常详细和深入的讲解 我想通过我们这个阿波里斯教授讲解之后啊 我感觉对这个 特别是对儿童方面跟成员方面进行的一定的对比 我想通过今天听了阿波里斯教授的讲课之后 以后我们的无管化精疲神经会做的越来越好 厂课讲得非常精彩 但是感谢阿波里斯教授 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问问题了 就是我后面的兄弟 谢谢 好 谢谢廖教授 呃 吕教授 我在 这个感谢学主提供这个平台啊 今天这听了这个这么多的讲座 觉得真的是最大感受还是科技的进步 让这个节识的治疗越来越微创化无创化 今天阿波教授讲的这个呢 也是一个这个让这个节识能够向日间 静明胜能够向日间手术 这个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无管化的技术 那这里呢 就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阿波教授 就是说我看了你这个讲的里面 你做的无管化的这个手术里面 主要这个通道都是小于18的 就是我看你讲的最大的通道就是14、16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18以上的 尤其更大一点的通道 这个适不适合做这个无管化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经常做这个 现在做精明胜的时候也有说 退出来的通道的时候 用一个半转电机 看一下通道上有没有出血给它凝住 那是不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就是说如果大一点通道 能不能退出来 这个用这个方法处理一下 那只要达到这些标准了 我们都能做无管化 那就是这样子就能大大的扩大 这个无管化的这个 并能使用的范围 我的就这些问题 谢谢 谢谢啊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确实我这16以上的通道 做的这个无管化是很少 尤其是包括18、20的 或者是标准的通道 我觉得不是不能做也可以做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它是满足几个条件 包括你书中结实取干净 那么书中没有明显的出血 你还可以包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把那个撬往后推一推 看上这个通道有没有出血 等等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也可以做无管化 而且我在据我所知在 曾国花教授和李永达教授 在他们那边做的这个18的这个通道 的无管化手术也不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相对来说 比较喜欢小一点的通道 那么我比较喜欢16和14的通道 我个人觉得16和14的通道 可能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正一个 第二个你所说的那个 比如说包括书后的这个通道的观战 还有这个通道有过种有出血 用电击电力止血 说实话对于这个我确实没有经验 而且我到现在没有做过这个通道的哪一个血管 用电击把它烫 烫完以后去止血 我确实没做过 我一般情况下就看一下通道 要是没有明显的出血的话 直接可以滑桥 如果有确实感觉有点不行的话 我就放一个神灶罗果 我觉得这个电击止血 我觉得静脉的话 我觉得可以止血 但是动漫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能止血 所以要是静脉的话 你放一个灶罗果也同样起到一个止血的效果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吕教授 那个于教授 我在 我在 好 各位专家大家好 那个非常感谢咱们那个清美会学组的这个 结识学组给咱们这个大家一起这个聚会交流的一个机会 也非常的感谢这个阿布教授这个精彩的这个演讲 我在学习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一点体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无管化的话呢 它其实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叫做一种技术 它应该是一种理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无管化就是包括阿布教授 我看了一下大概是150例的这个病人给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就体现了就是一个医生他综合的一个实力 就是无管化你既要去数前评估要到位 数中的这个技术要过关 数后的这个观察和和病人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阿布教授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小儿的话呢 其实更应该去推广那个技术 因为小儿他数后这个引流管越多的话 对于护理和这个和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观察来讲的话呢 反而是不太好的 那么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阿布教授 就是说在数中的话呢 我不知道您这个穿刺又引导的话 是用B超还是CB 那么您是怎么样就是说评价或者说在数中 这个比如说根据是不是这个CB和B超对于蚕食的评估 对于你这个无管化的这个判断的话 就是说决策的话呢 有多大的一个权重 因为我看到也是数后评估也有一些 有结实的残留 包括有两粒是有这个数量管结实的 谢谢 谢谢啊 我这儿我们这边做的所有的无管化 包括我们这边我们中心做的所有的禁闭神经识 都是拿B超引导的 没有这个 那个那个C型并或者是没有X线引导 都是拿B超 那么数后的评价的话 我是有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你看没 我书中有一个有一个X线的一个偷试的一个篇子 是这样 数前我们要是这个解释就是X线能透的解释 也就是阳心解释的话 我是书中可能联合B超和这个C型并来图试来确定一下 这个解释是不是取干净 那么单纯的比如说X线引导的解释或者是儿童解释的话 因为儿童解释它跟承认不一样 它跟那个B超底下它那个清晰度是特别高的 大概三次后我们的解释你都可以B超底下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一般来说儿童我是直接拿B超来判断了 那么承认来的话我是拿那个X线和B超两合的判断 那么至于那个两个数量碗解释是这样 你也看到有一个小孩 尤其是那个小孩 我是那个解释比较硬 而且那个是阳心解释 X线能透是能看到的解释 我就书中把导思放得也非常的顺利 我一般是我会试一下这个导思 它会顺不顺利到这个膀胱 通过这个数量碗的时候 很顺的下去了还是有阻担 这个一个是就想判断 这个数量碗里面有没有这些碎块移动 所以但是这个小孩我放的时候是导思也是非常的顺 那么当时书中我透视底下看的时候 我也没看到这个小碎块 所以直接做了五万化 但是没想到还是留了一个小的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余教授 感谢阿布蒂兹教授 都是也感谢三位这个讨论嘉宾 那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演讲的专业师 王文英教授 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儿童关酸结石的基因型和临床表情的特点 我们知道这李军教授他们这团队在结石的这个基础研究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啊 我们今天也听王文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做的这些非常这个出色的这些工作 各位下午好 刚才阿布蒂兹教授已经讲了点这个关于结石的尤其儿童结石的治疗 然后因为我们科因为四年开始这个 李军教授开始做儿童结石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也是积累了不少儿童结石的一些病例和一些经验 儿童结石应该说总的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在新疆地区呢可能是多一些 那么在内地的话呢 这个可能很多医生 并不处理儿童结石 在儿童结石当中呢 就是有一些结石是更为少见 比如说关酸结石 那么关酸结石呢 大家可能并不生疏 因为在长生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呢就是可能比例比较低一些 100个成人可能有不到一个人 可能才是关酸结石 那么在儿童当中呢 他大概占到3%到10%左右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呢 就是也处理了这个30多例 这个小孩的关酸结石 关酸结石呢 这个它的发辨率呢 应该是比较低的 尤其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那么它的比例就是在十万分之一或者以下 那么在一些比较这个不太发达的地区 或者这个国家呢 它的比例呢要相对的高一些 那么典型的关酸结石呢 就是复发的很快 那么一两年就可以成熟时 那么经常呢是需要做手术 那么基本上每三年可能就需要做一次手术 那么在这个到成年 从儿童期到成年的话呢 可能需要多次的手术 那么它的发病的这个高峰呢 是一个就是22岁 那么关酸结石呢 它本身可以造成一些肾脏的损伤 和这个包括一些肾脏的功能不全 但是总的来说呢 比例是比较低的 那么它和这个高潸酸尿症相比来说呢 要低很多 大部分的光红酸结石呢 是纯光红酸结石 尤其是儿童 那么基本上是高于60%的 那么一部分呢 它是可以合并这个草酸钙结石 还有这个盖链石 还有一些感染石等等 有一部分的这个光红酸结石的患者呢 它是可以有其他的病化症的 比如说这个尿盖啊 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高尿酸啊等等 那么它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尿代谢的一些异常 也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血尔病啊 还有基因养发育不良啊等等 但是在我们过去这几年当中呢 就是碰到的小孩呢 就是没有碰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犯罪症的 光红酸结石应该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呢 这个几个月后就复发成实 如果说经过干预以后呢 那么它这个复发的比率就会要大大的减低 那么对于光红酸结石的病因呢 因为这个因为最近几年呢 就是我们也不断 就包括李军主任 包括我在一些这个就是学术会议上也提到过 就是它应该处于一种单基因病 就是基因出现问题以后呢 就是它会导致一些霉的一些功能的异常 然后呢 肾小管这个对于光红酸的重吸收呢 是有问题的 导致尿域当中的这个光红酸浓度是升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包括如果尿域的当中呢 皮质值如果比较低的话呢 就容易形成结晶 形成光红酸结石 那么它是两个基因造成的 那么绝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基因造成的 一个是3A1 一个是7A9 那么有的小孩呢 它就是是3A1的一个复杂核 或者是存核的一些突变 那么有的小孩呢 它是7A9 那么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这个小孩呢 它是由于这个3A1和7A9 两个基因都有问题 3A1这个基因突变呢 它本身是个隐性突变 那么它必须是等位基因上 有两个这个碱基出现分析以后呢 才会发病 但是7A9不一样 它是一个不全显性 也就是说它等位基因上 一个碱基出问题 那么它就可以这个表现出一些临障症状 那么大部分的光红酸结石呢 都是在这个20岁以前发病 那么尤其在青少年或者儿童期 那么一少部分它是这个在40岁以后发病 那么在国外的一些研究呢 就是这个3A1的话呢 就是更多见于儿童期 就是在儿童期呢 就发病 那么7A19的话呢 就是可能在这个成年期以后 那么才发病 但是因为它这个突变的这个位点呢 也比较多 那么基因形呢 它这个也比较复杂 不太集中 所以呢 就是现在目前还得不出太多的结论 说哪个基因形和表现的关系 特别明确 但是理论上来说呢 比如说基因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码突变 或者是一些减切未点的这个突变的话呢 它的表情呢 会重一些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呢 就是接触过30 应该是昨天还收了一个小孩 那么应该有33例的病人 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小儿的这个光红酸结石呢 它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结石是可以双侧 然后结石一般是比较饱满 比较大 但是也不全一样 就是它有一部分小孩的话呢 它可能是仅仅表现为树脚管结石 那么看中间这个小孩呢 它这个片子的话 它实际上 结石是在右侧的这个盆段 是一个石阶 那么它里边实际上是四个石头 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呢 它仅仅表现为 就是很小的一个树脚管的结石 那么在树前的话呢 实际上它 就是不太容易考虑到是一个光红酸结石 当然比较典型的 比较大的 双侧的 那么比较饱满的 很容易想到 但是对于一些表情比较轻的话呢 它是不太容易想到的 那么我们处理这30多例病人的话呢 就是男孩比较多一些 女孩相对要少一点 然后呢 就是最小的是六个月 然后最大的呢 是14岁 然后平均呢 是4.7岁 那么一半的这个小孩呢 就是是小于三岁的 一半呢 是大于三岁的 那么大部分小孩呢 都是以尿路感染啊 或者血尿啊 或者腰疼啊等等 来就诊的 那么 将近一半的这个结石呢 结石化呢 它是以双侧发病 一部分病人呢 它是以单侧这个结石发病 那么70%以上的这个病人呢 它是表现的是顺结石 一少部分表现的是一个单侧的数量管结石 或者是顺数量管这个多发结石 三分之二的这个病人呢 是表现的是一个多发结石 那么一少部分病人呢 它也可以表现为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单发结石 那么结石大小呢 也不一样 那么它从最小的零点几 到一个鹿角的 4.5公分的一个结石 但是平均呢 它是两公分 但是由于小孩的这个肾脏比较小 所以它只有一个4到5公分的一个肾脏 长一个两公分的结石的话 相互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一部分呢 有一些积水 一部分没有积水 当然它也可以合并一些感染啊等等 那么光酸结石的诊断呢 它从评片上的话呢 它是一个透光或者是一个半透光的结石 那么大家可能这个在很多书上 或者文献上看的话呢 就是光酸结石 它说就是和尿酸结石的CD值 是有一些覆盖 但是我们测了一下 我们小孩的这个光酸结石的密度 那么它从459到889 那么平均的话呢 是742 那么大部分这个小孩呢 它的这个CD值呢 是大于700的 也就是说这个CD值的话呢 它可能和二垂草上盖的这个结石 可能都有一些覆盖 那么关于尿液的PA值 因为光酸结石呢 就是治疗上呢 就是有一个简化尿液的一个药物 那么大家以为呢 可能这个光酸结石 它的尿液的PA值呢 可能是比较低的 因为尿酸结石 它这个患者它PA值可以很低 可以6 5.5甚至5.0 这样对吧 是非常低的 但是这个光酸结石的这个小孩的 这个尿液PA值并不低 我把这个小孩在服药前 就是他的尿 查的尿液的这个PA值 包括有查一次 有查多次的 那么接上来以后呢 发现他的尿液PA值呢 它是不低的 是7左右 就是和正常人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由于光酸结石的话呢 就是在尿液PA值7的话呢 它的溶解度和尿液PA值在7.5的话呢 它的溶解度是差的非常多的 所以这种病人术后 说术前即便说PA值说是不值很低 但术后呢 还是要用药物来把它这个PA值调到7.5左右 光酸结石的话呢 手术当中呢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像蜡样结构的结石 这是一粒宿涮管结石的这个画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存光酸结石 那么如果用激光做碎石的话呢 因为它里边含瘤 所以呢会有一种一种瘤燃烧的一个味道 所以这种味道是特别特殊的 尤其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 如果说不管是它典型还是不典型的结石 如果说这个手术当中闻到尤其用激光的话呢 闻到一股这个含瘤漾的这个气味的话呢 那么可能要高度怀疑它是一个光酸结石 那么现在的话呢 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 就是做精检测这个越来越普及 所以如果说给它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个panel啊 或者做一个全面的测序啊 甚至做这个全基因的测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去看一下这个3A1啊和7A9啊 基因上也没有问题 或者说呢 就是再找一下一些新的一些 有没有其他基因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呢 都是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这个检测和研究的 那么我们很可惜 因为我们在早期的话呢 它14年的话我们没有做精检测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复级 那么这两年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小孩的精检测 也发现了这个11例小孩 这个它的一些精型 那么这11例当中呢 它就是男孩多一点 然后大部分都是这个松车的结石 那么在精型上呢 就是一个复合杂合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3A1的小孩呢 就是比7A9的稍微多一点点 多一个 那么11个它3A1占了6个 那么7A9占了5个 那么在精突变上呢 就是它是以错译突变为主 就是大部分小孩 它都是以这个错译突变 那么造成了一些霉的功能异常 那么只有少数的小孩呢 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插入或者缺失 那么在3A1上呢 那么它都是一个复合杂合的一个突变 或者是什么突变 那么在7A9上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不全显性 就是说等位基因上呢 就是只有一个基因的一个位点 有问题的话呢 病人就可以出现表情 那么就是这11个小孩呢 他的这个检测的位点 没有任何两个就是是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没有一些热点 就是它就是没有特别集中的一些突变的一些点 那么在基因形上呢 就是我也去试着分析了一下 那么3A1和7A9的话呢 他的发病年龄啊 包括他的一些基因表情 包括他的一些结实的一些表现 那么包括多发结实 还有入长结实啊 这个都差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病例数毕竟是还是很少 所以这个现在还不能得出 他的基因形和表情的一些结论 那么在文献当中呢 就是它有这个3A1和7A9的突变 那么有的小孩呢 就是3A1和7A9都有问题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孩当中呢 他就是要么是3A1 要么是7A9 那么没有一例 这个小孩是3A1和7A9都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在就是做 在其他小孩当中呢 就是发现一例高草酸尿症的一个小孩 那么他是一个3A1的一个鞋带 但是他表现的是一个草酸结实 他因为没有 他因为3A1呢 他处于鞋带 他不能表现出光酸结实 然后呢 在文献和数据库当中呢 就是包括一些国外和一些 这个中国人的一些进行当中呢 就是还是以这个初一突变为主 那么也可以有一些银马突变 或者是简介的一些插入 还有一些缺失啊等等 这些突变类型 那么总体来说呢 相对也不是特别集中 就是说没有特别集中在 某一些点上或者区域上 因为这个和这个我们研究的这个 研发性高草酸酸症的话呢 不太一样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来说呢 就是总是有一些特别集中的一些区域 总是有一些热点或者热点区域 但是光酸酸症的话呢 就是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发现 包括719的这个突变类型 那么我们也是就是看的话呢 就是各种类型都有 然后我们发现的一些点呢 就是也是文献当中没有报道的 但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它因为这个基因上有很多的这个外线子 有很多的这个碱基 那么可能就是它不集中的话呢 可能每个碱基突变以后呢 都是可能是严寂致病的 那么这些小孩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结实嘛 光酸结实它质地比较润 那么处理起来呢 它和这个其他小孩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也有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单发的一个送上板结实的话呢 我们可能用一些细径的话呢 可能就能够处理这个数点管 这个中下道点结实 那么以前呢 我们用4.5 6.5的这个镜子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能是用这个48的镜子 那么对于三岁以下的小孩呢 那么我们也尝试用 这个4.8的这个镜子的话呢 处理数点管下段中段 包括肾脏的结实 我们也处理过 所以有一部分这个患儿的话呢 尤其低龄患儿 我们可以用4.8的镜子去替代软镜 来做这个手术 那么有一些小孩的话呢 就是它是这个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顺带管结实 像这个小孩刚才看过片子 就是他这个顺带管下段的话呢 是一个十阶 实际上是一个四个结实 那么我们用镜子呢 就是一期的话呢 用细镜的话呢 只睡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睡了两个结实 这个小孩就是也做了二期 因为我们要 这个手术之间不能太长 控制他的手术时间 和这个关注的液体量 然后这个小孩呢 做了一个二期的一个手术 那么还有一些结实的话呢 是肾脏结实合并 数量碼结实 那我们可能需要硬镜 然后加上软镜的一个手术 那么对于一些结实的话呢 如果是树脏管下段的结实 那么他可能把这个树脏管 这个中上段已经扣开了 它们是积水扣张的 那我们可以一期做一些软镜 那么还有一些小孩的话呢 就是他是松车结实 这是我们早期的病例 因为在早期的话呢 就是可能主要做软镜为主 但是软镜的话 处理光纤结实的弱势 还是现在来说呢 现在的观点来说呢 还是弱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光纤结实的负荷量 太大 无法粉膜化 那么做结实的话呢 手术的清除率是 就是一期的清除率是非常低的 经常需要二期 甚至三期这样的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呢 排斥还是个问题 就是他 做完手术以后 想达到蚕食 低于0.2或者0.4以下的话 还是很困难 那么现在的观点的话呢 可能还是主要于 做精力深境为主 那么这也是早期的 这个软镜的病例 那么他也不是一期手术来完成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可能做小通道的 这个经济陷阱是比较多的 那么刚才阿波利兹这个教授 也说过 他可能主要做14或者16 那么也很少做18 因为主要是肾脏太小 它的斩有的时候都很小 那么甚至没有积水 那么如果说你做 大一些的通道的话 这个斩基本上 它不太容纳这个窍 或者说即便你放进去的话呢 可能对肾脏损伤是太大的 因为我们以前也见过其他医院做过稍微大一点的通道以后呢 肾脏斩景完全闭锁这样的 就是中上展的流出道就闭上了 也是有的 那么再有的话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结石 像这个人小孩是一个孤立肾 那么可能而且是一个鹿角结石 那么一期的话呢 给他做了软镜 二期的话呢 可能一期做精密肾镜 二期的话呢 可能要联合软镜去清一些蚕食 那么这种手术呢 就是在一些小孩当中也是有必要的 那么再有的话呢 是一些多发的光线结石 那么用软镜处理的话呢 可能处理能够处理到一些中上展 或者和肾鱼的一些结石 但是对于下展结石的话 它由于角度的问题 那么可能够不到 我们可能需要联合 这个4.8的超异通道的精密肾镜 去处理下展的结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那我们处理这个30多个病人的话呢 就是有两个小孩是没有手术的 这两个小孩 那么有一例的话呢 他从两岁随访到九岁 那么这个小孩 这个从很小的结石 已经发展到比较大的结石了 那么他可能下周就要来做 这个结石的手术了 那么其他的大部分的小孩呢 都做了手术 那么包括硬镜也好 软镜也好 精密身镜也好 包括联合的一些手术也好 光线结石的话呢 手术时间 总体来说是比较长的 就是说做一个手术板结石的话 可能也花费一些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手术当中的灌注量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对于精密身镜来说呢 手术轻视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可以拿着测镜值 但是对于软镜来说呢 那么可能就不够麻烦 看了一下 这个玩儿的速后的一些随访 包括一些他随访一些B超 和这个CT的一些检查结果 那么在速后的话 能够达到完全轻视的这个比率 还是比较低的 这是我们这个手术的一些资料 那么做软镜之前的话呢 可能大部分都要去 做这个主动的这个指甲扩张 那么对于一些排过时的一些小孩 那么可能一期的话 是可以放静窍的 那么早期的话呢 可能主要做硬镜 在最近两年的话呢 可能做精密身镜 尤其小中道和这个手术是要多的 一期的手术的话呢 可能主要是用于栓碗结石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肾脏结石 那么这可以做一期来侵蚀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大的 比较复杂的 那么可能需要二期啊 甚至这个三期 或者有一小孩可能还做了这个四期 所以这个软镜手术的话呢 就是手术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轻视率啊等等 这个还是有些问题 那速后的话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发热 那么这个发热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有一例小孩呢 就是速后呢 做精密手术当中呢 做了精密腺镜 那么有一些结石呢 掉到舒烟管当中 那么速后呢 也比较巧 它这个疾压管还脱落 那么造成一个实阶的感染 所以是一个高热 但是我们这个 做了这么多小孩结石的话呢 就是没有一例需要 这个输血的病例 那么大部分 这个小孩结石呢 还是一个纯光线结石 那么只有几个小孩呢 他是光线结石 加上一个 就是感染室 那光线结石的话呢 他输后只要是用一个水化 那么根据不同的年龄 去这个每日要 这个喝一些一定量的水 那么对于小孩 有些书上呢 建议他去做 就是限制他的一些蛋白饮食 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限制他 因为小孩出于生长发育期 尤其这些小孩的话呢 他本身就丢氨基酸 他生长发育 就有些问题 有些发育不良 如果你在限制他一些蛋白的话呢 他可能对他整体的生长发育 是有影响的 那么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稍等一下 可能这边 那个王云教授 这网络有点问题 我们再调试一下 最后两个月 最后我就总结一下 差不多吧 好吧 那我就简单说 总结一下吧 因为光川节时的话 总的来说 就是还是比较少 然后它的一些 包括精神的表现 那么它的一些关系 等等可能还需要 进一步的一些研究 那么因为光川节时的话 它本身是属于 那么它目前的治疗 可能主要是针对 它一些节时的处理 还有一些药物的预防 那么它根本上的治疗 可能还需要一些 做一些精神治疗 因为在原发性高少量尿症当中呢 它目前现在有一些 药物在研发 但是光川尿症的话呢 可能在将来的话呢 也希望有一些 针对一些基因的治疗 那么根本上 治疗光川这种疾病 好 谢谢各位 谢谢王源教授 这边 反正我们这个北京会场 这个网络有点问题 所以稍微 那个 有点卡 不好意思 那个我们有请这一节的 讨论嘉宾 李文成教授在吗 在 你好 感谢这个 王源教授刚才给我们带来 这关于儿童 关爱专结识的这一部分内容 讲得非常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 还有诊断治疗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来说 对于诊断方面来说 儿童关爱专结识对我们 大部分的密加外科医生说并不陌生 就在 关于医治疗问题就已经提上了这种异常 对 但是由于当时就是说 这种基因诊断还没有白菜化 而且很多治疗的手段 预防的手段也还没有 很充分 所以说当时就一直搁置下来 但到了最近的这么十来年 关于这种基因诊断 有了更多的发展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基因诊断的出现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手段 过去我们在关爱专诊断的方面 就是说主要是依据这种儿童的方面年龄 还有他的这种结识成分分析 来给我们提供一个诊断 那么目前我们有了这种基因诊断 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从基因方面来做出一个诊断 比较简单 而且也为将来进一步的这种基因的治疗方面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 这整个方面 因为王教授刚才在儿童升级时 就关爱上升级是治疗方面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历 一些关于软禁 肾禁 一些的治疗经验的分享 非常好 我们在临床过程中 其实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我做过最小的患儿 有三个月的投资于我 全都这么大 也是关爱专解释 我们更多的选择还是精密生进 主要考虑就是跟这种软禁的话 你如果还要做插管 立心治管 然后手术 手术的八管 有几次这种麻醉 可能对患儿的一些影响 有些不得影响 另外一个总体来说 患者虽然说他的肾脏比较小 但是这种结齿往往复活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倾向 我们自己更多的采用的 还是这种精密生进的方案 对 这是我们武汉协和医院的论论 软禁治疗 可能王教授 还有咱们的李军教授 他们的经验更更富贵一些 关于儿童结齿软禁方面 对 这个 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王文宁教授 就是说将来我们 也有可能会出现 基因治疗这一方面 对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药物 用于这种 具有基因背景的一些结石 像这种 RNA的技术 对 干扰这个 心血RNA的一些治疗 对 那么我不知道您 您个人认为 就是说在儿童方案三 结石这一块 他刚才基因治疗会从哪几个节点 左手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药物出来 对 对 另外一个 我们下面还有赵真教授 还有张造成教授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经验分享 好 谢谢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单基因病 就是它从根上来说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 理论上来说 可以做一些基因治疗 去做一些基因的一些 比如说基因编辑等等 但是理论上 就是可以把它 简介的纠正 纠正以后 然后 它的每一表达功能 可能会恢复正常 这样 这是理论上 但实际上是很难的 就是我们做原发性高扫尿症的话 实际上 可能也见过它 就是现在去开发一些药物 主要针对于它的一些 通路上的一些酶 但是这个光酸 它和原发性高扫尿症 它的代谢通路 就是不全一样 因为原发性高扫尿症 它主要是肝脏的酶有问题 然后 通路上也有很多的酶 你都可以来去纠正 或者去把它灭活 这样的 但是光酸结石 目前来说 我知道的 好像就是去开发这些 基金上的药物 来基金上的治疗的 就是好像是非常少的 因为它可能一个是 病人太少 就是关注的人很少 一般来说 就是咱们印象当中 可能原发性高扫尿症 就是可能病人少于 这个光酸尿症 但是我们最近发现 就是原发性高扫尿症的 病人实际上并不少 然后国外呢 它也有一些 关于这类疾病的一些研究的人 是比较多的 但是光酸尿症 就是它 在通路上 它主要是 主要是涉及到 这个光酸 这个重续肉业问题 那么它主要把点呢 在于胜脏上 就是它可能更多的 可能 我想讲来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 集中于它这个 筋边理 那么它去纠正 它的这个碱基 那么可能 可能了 就是治愈这个疾病 就是这样的 好 谢谢 下面我们还有赵真教授 和张道成教授 他们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经验分享 就请赵真教授和赵真成教授 喂 能听见吗 喂 能听见 没有 我有一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文英教授 就是 因为在小儿 这个泌尿结石 这个方面 这个文英教授和 李津教授 这个团队有很多经验 就是我刚才听你 讲课里面 你说用4.5 6.5的 应该是revolve的镜子吧 去做这个小儿的 比如说 顺尿结石的碎石 因为咱们一般是 89.8 67.5 然后是4.5 6.5 因为这个67.5的镜子 就是上面那个 只能放细的光线 然后下面放一个 比如说 祖石的像stone cone 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 这方面的太多经验 所以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 文英教授 在你说用4.5 6.5 这个数量管 进去做数量管 小儿结石的 碎石的时候 是比如说是怎么操作 或者说 如果防止结石上移 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经验 4.5 6.5的镜子 是Wolf 然后这个手术当中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用推水 就是推水 你怕它上移吗 这样的 对吧 一般很少用水泵 现在我们以前的话 做手术是小儿手术 用水泵用的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以前碰见过 有比较严重的 这个关注业外肾 就是我们现在 基本上都是用手推 4.5 6.5的镜子 它可以放网栏 库克的网栏 这样的话 是可以取实的 是可以透实的 这样的 好 谢谢 下面是张诚存教授了 我来我前一关 各位同长好 王教授 我想请教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坏儿 你们会分析 他的家族史 比如说 这个孩子的父母 或者是哥哥姐姐 有没有说这种 进行突变 或者是会不会 进行相应的处理 做基因检测 一定要做加细 这肯定是要做的 但是因为这个小孩 因为刚才说了 大部分的儿童单基因病 都是隐性遗传 那么除了少部分 是比如说 SLC-7A9的话 它是部分显性 或者有一些特别少的是 X染色体链锁 这个遗传 那么绝大部分 都是隐性遗传 那么父母来说 都是携带者 就是说 他一对等位基因上 只有一个基因上 是有问题的 那么父母是 通常是不发病的 但是他25%的概率的话 就是父亲和母亲 都把坏的基因 给小孩 那么这个小孩就发病 所以我们碰见过 也做了不少基因检测 也超过百例 因为有问题的小孩 也有几十例 但是真正有加州史的 就是说父母亲 或者母亲 这个有节食病的 就是非常非常之少 主要是跟他的 遗传规律有关系 谢谢王教授 谢谢王教授和三位 讨论嘉宾的 这个精彩的发言 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者 彭永涵教授 他讲座的题目是 一次性受伤管软径的 临床应用 彭永涵教授 刘教授您好 听得到吗 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您共享的屏幕了 尊敬的李勋教授 尊敬的陈岳教授 刘教授 朱教授 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 CEV提供的这一次机会 能够在线上 跟大家进行这一场交流 我今天跟大家 汇报的题目呢 是一次性 数量管软径的 临床应用 大家知道 数量管径的研发呢 是经历了 非常长的一个历程 首先呢 在1865年呢 它是 第一个内坤镜诞生 到 直到了100年以后的 1964年 才有 一个 马歇尔的 一个叫马歇尔的教授呢 通过这个 被动的软镜 来观察剩余 真正的软镜呢 它的出现呢 是在 1994年 出现了 双向弯曲的软镜 到了21世纪以后呢 数量管软镜 它的工艺的发展 带来了整个 数量管软镜的技术的 一个蓬勃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看呢 这个是在 2012年EAU的 一个数据呢 显示的 德国的 圣结石治疗的 发展趋势 可以看到呢 就是 这个 开放手术 跟精闭肾镜手术 它的占比 都是比较少 而这个 体外增波呢 它所占的比例呢 逐渐地被 数量管软镜手术 所替代 2015年的 发表在 JU的一篇文章呢 也显示 美国的圣结石治疗 也有同样的趋势 也就是说呢 数量管镜的手术呢 逐渐地替代了 体外增波的治疗 成为 圣结石治疗的 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但是呢 数量管软镜呢 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呢 导致它的 推管 依然受到了 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呢 第一个局限呢 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用的 大多数的 软镜 都是可重复性的软镜 它的成本很高 成本高的 第一个体现呢 就是在于 它的容易损坏 我们可以看看呢 这是在 2019年发表在 EU的一篇文章 它 分析了 四款最新的 重复使用的 数量管软镜 包括 Stars的Flex XC 还有Stars的Flex X2 以及呢 2080的两款 镜子 包括VR和P6的镜子 它的数据呢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 即使是最新款的 可重复使用的 数量管软镜 它们的耐久性呢 是只有27次 总的时间呢 平均是为14个小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 在 短短的27次 使用的过程中呢 可以看到呢 是出现了各种损坏 包括这个弯曲度的 一个下降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表面的皮的破损 还有漏气等等 第二 另外呢 就是 有些特殊的患者呢 它会造成这个 数量管软镜 损伤的风险增高 包括 第一个 路角形结式的患者 还有呢 就是结识 位于剩下的患者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呢 我们使用可重复的软镜呢 它的损坏率是更高的 顺略管软镜 它的成本高的 第二个 表现方式呢 是它的维修成本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一个研究呢 是发表在2019年的 一篇 比较新的文献 这个 几款竞争呢 它的平均购买价格 大概是在 12000到17000美金左右 但是呢 每年的维修的成本 大概在3000到4000左右 而在于2017年的 它的 这一年度的维修成本 它就达到了 6800到11000左右 也就是说 它的累积的维修成本 要接近 甚至要超过 这个数量管软镜的 一个购买成本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单单在2017年 由于数量管软镜 损坏 需要维修 导致了这个 镜子没有办法使用的 时间有多少 最低的是 121天 最高的呢 可以达到298天 也就是说 全年有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处于一种 维修的状态 我们的 临床医生 没有办法 使用软镜 另外呢 就是限制它的 一个成本的 第三个的 一个表现形式呢 就是这个 量越少的医院呢 它的使用的成本 是越高的 我们通过呢 这个2019年的 这篇文章呢 我们可以看看 它分析了 这个 总的病例数 在50例以下 在100例左右 和在200例以上的 这个不同的 三种层次的医院 它的成本的 它的一个 总的一个 成本的量 我们可以看看呢 在50例以下的 这个医院 它的成本呢 将近是 200例左右的 医院的 两倍左右 因此呢 这就提示我们 可重复性的软镜呢 很难在 我们使用量 比较低的 一个基层医院的 推广 因此呢 限制呢 它的在 乡镇一级的 医院进行推广的 一个 可行性 另外它的 局限性呢 就是它的 一个污染的 一个风险 是一直没有办法 根治的 我们看看呢 这是在2017年的 一篇文章 它研究了 这个 16根 已经经过 手工清洗 和过氧化氢 气体消毒后的 顺略管软镜 结果呢 发现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现象 就是顺略管软镜 它的污染率 可以高达100%左右 其中呢 有卫生物生长的 有13% 有蛋白质呢 它的检测出来的 有百分之百 血红蛋白的检测率 有63% 那我们再看看图片 这几张图片 给我们显示的 就是不同部位的 一个 它的一个污染的情况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视频 接口的地方 有白色的 残留物 还有这个 黄色的 一个变色的 一个表现 另外呢 就是白色的 这个接口旁边呢 它也有油性的 一个沉积物 还有白色的 一个泡沫 另外在通道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诗传的碎屑等等 在一篇 比较早的一篇文章呢 是发表在 2013年的 一个医院感染的 一篇杂志上面的 它的 报道呢 就是由于这个 输入管软 污染 导致了 对 二塔培然 耐药的 大肠 大肠埃续菌的 一个 广泛的爆发的 一个情况 也提示了 这个可重复使用的 输入管镜的 一个使用的 一个风险 因此我们 怎么样才能够 把这个输入管软镜 手术进一步推广 其中呢 这个一个 很大的一个 促进因素呢 就是我们 最近几年出现的 一次性的电子软镜 大家知道呢 就是 其实一次性的电子镜 早在 2000几年的时候 就出现 但是呢 那个时候是纤维镜 纤维镜的成本呢 没有办法 大幅度的下调 但是呢 一次性的电子软镜呢 它的 CMOS技术的一个发展呢 仍然这个 一次性的电子镜的成本 大幅度降低 从而呢 促进这个电子镜的 它能够大幅度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看 在2016年呢 是第一款的 一次性的电子软镜 是波克公司的 Lizaview的这一款镜子 在同年呢 就是普生公司呢 推出了 它的第一款的 U1 3011的一款镜子 相对来说呢 到了现在 最近几年呢 有更多的内镜出现 我们可以看看 这张表呢 给大家展示呢 就是 一次性使用的 软镜的部分参数 包括了一些 这个是这个 普生的新一代的 EU 3022的一个镜子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 普生当时 相对来说 比较古老的款式 3011的 一款镜子的参数 总体来说呢 它的一个 官学的一个原理 都是通过CMOS的成像 另外呢 它们的工作通道呢 都是在3.6F到4.2F之间 这张表呢 就是给我们列举了 更全的 最新的 一些镜子的 一些情况 包括 在我们 出现的比较早的 一些纤维镜 2009年出现的 Semi-Flex 还有呢 当时我们 国内的通道 比较知道的 这个Holiscope 以及最近出现的 2019年出现的 新的三款镜子 然后呢 它们的 总体来说 它们的弯曲性能 都是双向的 270度的一个弯曲 甚至能达到 更高的一个弯曲的程度 另外呢 它们的 有各自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更轻便 然后呢 它的成本更低 等等 有不少的文章呢 对比了 一次性的电子软镜 和可重复性的纤维软镜 它们的 在性能上的一些 差异性 这篇文章呢 是在2018年 发表在 Endo Erogy的一篇文章 它对比了三款软镜 第一款呢 就是浦生的电子镜 还有波科的电子镜 另外呢 就是我们 应用非常广泛的 这个 Stars的 X2的纤维镜 我们可以看看呢 就是 电子镜的 它的第一大优势呢 就是它很轻便 它能够 大大的减少 这个一生的疲惫感 我们可以看看呢 浦生呢 它是算最轻便的一个镜子 它的大概重量在91克 是这个波科的 Lisovio的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呢 是大概 Flex X2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呢 就是一次性的电子镜的清晰度 它比这个传统的可复用的纤维软镜相比呢 它的清晰度是明显要高的 还有呢 就是在一次性的电子软镜呢 它的这个弯曲半径更短 我们可以看到Lisovio的 它的弯曲半径是17 当时的浦生的第一款镜子呢 它的弯曲度是21 我们所知道的 它的新的302 它的这个弯曲半径也达到了17 因此呢 它对这个下展的可及度 它是要更加提高的 另外呢 就是电子 一次性的电子塑料管软镜呢 跟可复用的纤维镜相比呢 在无论是在 这个200微米的关线 365微米的关线 还有呢 不同指径的TOSLAN 的使用的过程中呢 它都能够保持一个 更好的一个水流的关注 因此呢 能够保证更好的一个 视野的一个显示 这篇文章呢 是对比了这个 一次性的塑料管软镜 跟这个可重复性的电子软镜 其中呢 它对比的软镜呢 是我们利用非常广泛的 STOS的XC的电子软镜 我们可以看看呢 在弯曲能力上面 一次性的这个 电子的塑料管软镜呢 它是跟重复性的塑料管软镜 可以达到一个 相似的一个程度 这个呢 是在一个临床的 一个实验中 在同一个患者 通过这个波科的镜子 普生的镜子 跟STOS的XC的镜子 都能够非常自如轻松的 进到盛夏战 这篇文章是在2019年 它的是通过一个体外测试 测试呢 在不同的器械中 不同的软镜 包括目前常用的 几种重复性的软镜 还有呢 常用的几种新的 这个一次性软镜 它们的弯曲能力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看 总体来说呢 这个一次性的软镜呢 它的累积的关去能力 是要大于 重复使用的软镜的 无论是在 使用的是 插入在1.5F的套栏 还是呢 通过我们置入了 200微米的关线 或者350微米的关线的情况 它都是有明显的优势 另外呢 就同样的 跟我们的 这个 跟这个电子 可重复的电子软镜相比呢 它得到的一个结果 都是一样的 一次性的电子软镜呢 它的水流关注 是要优于 重复性的 这个 塑料管镜 很多 很多这个 学者呢 担心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一次性的 这个软镜 它的价格 成本的压低 会不会 使得它的这个 性能的稳定性 变得很差 到底能不能够经受 或者是完成一台手术 2019年呢 一篇文章呢 它这个 对这个 普生的 3022A 和这个 波科的 Liserville 这两款内镜呢 它进行了一个测试 显示的就是 这两款的 一次性软镜呢 在200次弯曲之后呢 都能够保持 非常好的一个性能 特别是弯曲能力 而且呢 跟这个 波科的 这个软镜相比呢 普生的 3022A 它的这个软镜呢 它的空载的弯曲度 要更高 而且呢 它的 灌注的水流量 也要更大 另外呢 就是 这个一次性软镜 它的经济性 跟我们的 重复性软镜相比 它到底有没有 绝对的优势 总体来说呢 不同的研究呢 它 目前来说 是存在的 一定的差异性 因为大家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 这个一次性的 电子软镜 它的更新换代很快 而且呢 它的价格的变化 成本的压低 也很快 我们所能拿到的 这部分数据呢 还是几年前的 一部分数据 这个是呢 2018年 Ender Erogy的 一篇文章呢 它显示呢 就是 它对比的就是 这个 奥零巴斯的 最新款的 P6的镜子 和波科的 Lithelview的 它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花费 显示的就是 这个Lithelview 它总体来说 它的一个 平均的花费 是2800美金 P6呢 它是将近 2800的一个美金 大概是相近的 但是呢 这个 一次性的软镜呢 它基本上 没有这个 软镜的 再处理的费用 比如说 这个清洗 消毒等等 另外呢 也有 学者呢 对比了 就是在 不同的 这个 容量的 这个医院 它的 更加适合 使用哪一种的镜子 其中呢 他们得出的 一个结论 就是一次性的 软镜呢 它的这个 对于低容量的 医院来说 它的性价比 是更高一点的 但是呢 如果是 这个医院的 总的容量 它能够一年完成 99台 数量管软镜 以上的话 重复性的软镜 它的性价比 要更高一点 这是一篇 这个 最新的一篇文章 它的 就是研究了 这个普世登的 302R 也是目前来说 最长新的一款 一次性的 数量管软镜 它的一个临床应用 总体来说 我们可以看看呢 对于 治疗 一公分以下的 这个 结石来说 它的总体的 这个结石清除率 可以达到 97.9% 到 大于两公分的 结石呢 它的总体的 结石清除率 可以高达78% 这部分的数据呢 跟我们的 重复性的 数量管软镜 是能够是 比较相近的 也就是说 两种镜子呢 在 临床治疗效果上面 是没有明显的差异 彭教授 那个请注意时间 好 另外呢 就是 在2019年的 一篇新的文章 对比了 一次性的软镜 包括 Lisview和 PO3200 以及可重复性的软镜 得到的是 相似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更 更 更显虑的 可复性的 软镜相比 一致性软镜 它能够完成 相似的临床域后 新一代的软镜呢 它能够 拥有的 可弯曲性的 能力更强 比如说这是 普森的 最新款的软镜 它能够实现 阿斯特弯曲 它的空载的 弯曲能力 可以高达 316度 另外呢 它能够更细 外镜可以高达 7.5% 另外呢 它的清晰度 也要更高 所以呢 对以上的内容 进行小节 目前呢 一致性的 塑料光软镜 它的应用 日益广泛 而且呢 它消除了 塑料光软镜 再处理的费用 和它软镜 相关的感染的风险 在对于 治疗有挑战的 软镜的患者来说呢 它跟重复性 使用的软镜 相比 它是有 较好的优势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彭教授 谢谢彭教授 那个我们有请 这一节的讨论 嘉宾 吴海洋教授在吗 在 刘主任在 我在 你好 你好 刘主任长 非常感谢我们 彭主任的一个 一次性 塑料光软镜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 塑料光软镜的 这个 数量都是在 整年在往上展 但是这个镜子的 这个损耗力 维修力非常高 那我知道 我们普生公司 因为是 这款塑料光软镜 算是 应该是在上个月 我们是 在浙江 我们杭州 我们是 做了一个上市会 我做了两台塑料光 这个 曾经做过 它一次性软镜 我做过两台 我感觉这个 塑料光软镜 一次性的这个 电子的塑料光软镜 普生公司 应该还是不错的 比较轻便 弯尺度也比较厉害 刚刚跟彭主任 讲的一样 能上下各弯道 316度 清晰度还可以 但是 就是说 我想问彭教授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说 这个一次性软镜 当然大家都知道好 密尼博克医生 也知道好 医院也知道好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是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收费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一次性软镜 相对来说 普生公司 现在定价 已经定得很低了 现在只要 跟其他的比 其他有12000 我知道 普生公司 这个只要6800一根 但是也不进医保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相对于 额外多了这么多的钱 这个 你觉得这个 未来这个一次性软镜 的前景在哪里 谢谢吴教授的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 这个关注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 虽然有费用的问题 还有各种 关于医保的这个问题 可能会对这个 收费管理次性的软镜 它的推动 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总体来说 它在这个消毒 还有就是 对于这个基层医院 推管的优势 应该是会 促进它的一个 进一步的使用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 这个也很难回答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 讨论嘉宾 董肖教授在吗 在 刘主任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 彭教授 给我们带来 这个一次性软镜的 一个分享 那么目前 这个一次性软镜 也是呈现出 这种百花齐放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也是有幸 试用过这个 普生的这个 一次性软镜 处理的一个是 下展结石的一个病人 那我的体验呢 就是这个 这条镜子 它确实重量是比较轻的 而且操作是比较便捷的 清击度呢 要比我们平时用的 像Stoft的这种 这个光学的镜子 要好 而且它弯曲的角度 确实是比较大 那么处理下展结石的话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而且呢 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 也是不用担心 这种晶体的损坏 减少了这种 树者的这个疲劳 所以说这个 鱼丝心软镜呢 它也是开创了这种 树脑软镜碎石的 一个新的时代 好 我的翻译就这些 谢谢 好 谢谢董教授 李延教授在吗 李延教授 没有啊 没在啊 好 那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演讲的嘉宾 康宁教授 康宁教授演讲的题目是 双侧同步内镜手术治疗上尿路 结石的经验分享 好 非常感谢我们学组的领导啊 跟我们安排了这个 这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 能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机啊 我们在北京 北京广州武汉 能够有这种线下的会 而且同时呢 有这个线上会一起进行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交流机会 至少我现在在这个经济议会场 我看到所有的委员还都 都没有倒催 还都在这坚持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今天呢正好也是有就这个平台呢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所进行这些新的一些 应该新的工作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呢 是同期同步 内镜手术治疗 双侧上尿路结石的初步经验分享 首先介绍一下双侧上尿路结石 治疗的这个发展的历程 泌尿性结石的发病率呢 应该说是在不断提高 其中呢 大概有15%的结石患者呢 是双侧上尿路结石 儿童的这种发病率呢 可能由于遗传或者其他一些因素呢 它双侧结石的发病率 还要稍微高于成人一点 就是能到18.2% 对于双侧上尿路结石的这种治疗呢 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眼睛的过程 最开始呢 由于硬件软件 包括各方面的限制呢 只能采用这种分期手术 之后呢 医生的技术的提高 包括各方面的这种设备的改善 使得我们能够在一期 完成一个同期分布的手术 这个呢 是在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它总共呢 这个收纳了32项研究 分析了这个分期手术 和这种同期分布手术 对于双侧上尿路结石 安全性和阳性 进行了一个评估 它得出的结果呢 是这样 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 在治疗效果上来讲 是相当的 分期手术应该来讲 和同期分布手术 和分期手术相比来讲 具有更好的这种 减少这种住院时间 手术时间 而且花费更低 是一种很有潜力的 很有前景的一种 发展的一种术式 完成了从分期手术 到同期分布手术的 这种演变 就相当于从原 进到了类人缘 能不能进一步 从类人缘 发展到现代人 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 所共同期待 或者说 共同关注的一个目标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这个双侧同步 这种手术的 最早的文献 是在05年 发表的一篇文献 当时呢 从截图可以看到 双侧上尿路的结石 应该也是留置了DJ管 所产生的这种操作呢 是两根软镜 同时经尿道进入 当时也可能没有致窍 可能也因为 即使现在来讲 可能双侧致窍 这种可能性 对于无论男性 女性来讲 可能这个风险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种双侧同步的 顺带管软镜 手术 包括经理肾镜 手术 都没有 在之后的相当一段长时间里 都没有得到 很推广和普及 直到2018年 在EU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呢 2018年 在EU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呢 是意大利的一个团队 所采取的 进行的这种 同期同步 内镜手术的治疗 他们一共入组了病例 其实样本量也不是很大 一共是27例 所有的病人呢 均采用了这种 血氧卧结实位的做法 由于他们这种 整个的手术 穿刺的这种定位呢 还是以CB为主 所以他们整个的 这个手术过程中 需要兼顾两组医生 同时操作 包括需要有两套 碎食设备 两套监视设备 以及定位设备 以及五菌的台子呀 包括麻醉师 所以整个器杰的摆放 也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 这样能够尽可能减少 两组医生之间的一种干扰 他们所做的这27例的 这个病人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 精疲肾镜这侧的结实呢 平均是27毫米 软镜这侧呢 是11毫米 整个手术的过程 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 没有明显的严重的病发症 术后的轻食率呢 能达到74% 应该说手术的结果 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后呢 就说整个这 就是EU的这篇文章 27例 它27例的这个 应该说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样本 能够在EU上发表 它得到了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这种同期同步手术呢 相对于以前的同期分布手术 减少了手术的次数 减少了手术时间 麻醉时间 以及麻醉用药量 同时减少了住院总时间 但是它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说这种手术 适合于做那种 中等以下结实附和的病人 就是说并不切合做一种大的 就是结实附和比较大的 病人的手术 下面呢 就汇报一下 我们医院采取这种 双测同步手术 同时同步手术的这种经验 应该说从19年1月到20年1月 我们一共有21例双测这种 双测上测瓦劫结实的病人 准备采取这种SPICE手术方式 应该说我们选的这病人 那应该还是总体来讲是 第一呢 就是身体条件要比较不错 能够耐受手术 年龄呢 我们也是青春期以前的病人 不太入组 然后高龄的病人也不要 也不要 同时呢 营养状态 包括这个麻醉评分 多器官功能这种情况来讲 应该都还是可以接受 同时呢 就是像有一些上测务警方异常 包括双测非常大的这种 大负荷结实 以及有这种 肾劲和软径 近畸症的这种病人 都不能够进行这种手术 这个呢 是整个手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图 21例病人 完善出现检查 准备行这种 SPACE手术 其中呢 在手术过程中呢 有两例是因为 手术中的情况 一例呢 是因为 当时放 进行软径操作的时候呢 是 感觉上面出浓了 这种情况来讲 就没法再进行软径手术操作 直接留置了DJ管 改为 分期手术 还有一例呢 是因为数脑管条件确实太差 这个软径还是 操作过程中 没法实施这个 同步的这种手术 所以也放弃成为二期手术 或者成为分期手术 剩下的这种 19例病人呢 有14例采用了这种 斜氧卧结实胃 这个应该说跟那个 EU上那篇文章的 这种体位是一样的 还有5例呢 是采用了 俯卧分腿胃的方式 进行手术 其中也有一例呢 做的就是更特殊一点 待会可以把这个病例的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手术过程中 器械摆放的情况 和手术中的一些 一些场面 可以看到 俯卧分腿胃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 监视器 尽可能的摆在一个 不影响 这个互相干扰少的位置 然后同时呢 用我们一般的 精疲肾静呢 还是采用这个 奇亚弹道加超声的碎石 然后软镜呢 肯定是采用激光碎石 这是俯卧位的 奇亚弹结石位呢 也是采用这种 奇亚弹结石位的 精疲肾静和手术软镜 双侧的同期同步的手术 这个呢 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 这个结果 稍等一下 可以看到 这种俯卧分腿位的病人的 结石 就是精疲肾静这侧的 结石负荷 是明显高的 虽然我们 一个呢 是由于这种 样本例数的比较少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 一个有显著性 统计一些差异的 这么一个 一个结果 但是可以看到 精疲肾静这侧 就是采用 俯卧分腿位 结石 精疲肾静这侧的 这个结石的负荷 应该来讲 比奇亚弹结石位 23.5 来讲 还是明显的要增大 同时呢 这个应该说 比欧洲面外科杂志 就是他们那个团队 所做的 平均结石是27来讲 也是 也是这个 结石负荷要更大一些 手术的结果呢 应该来讲 还是比较顺利 我们可以看到 麻醉时间 和手术时间 都是俯卧分腿位 这边 更长一些 我们也想 因为俯卧分腿位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 比较复杂的结石 所以它的 手术时间可能 毕竟要延长一些 而且俯卧分腿位 在做准数量 软径操作的时候 确实也是需要一个 一定时间的 这个适应和训练 所以这个体位的时候 我们的手术时间 和麻醉时间 也会延长 同时呢 这个麻醉时间延长 还有跟这个 首先要麻醉之后再翻身 包括之后这个苏醒 都有一个 一个时间的延长有关 这一例病人呢 是我们应该说是 第一例的 SPACE手术这个病人 应该说是在我们 查到那篇文献之前 所做的第一例病人 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家里面经济条件 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就是双侧的结石 从这个CT的重建上 可以看到 双侧肾上多发结石 而且最讨厌的是 患者这个 左侧顺略管下段 有一个非常大的时间 这个其实在处理起来 虽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确实比较 比较 在手术操作中 会比较麻烦 就是你 也没法这个 完全给它推到上面去 一二一块一块取出来 确实也比较 整个会稳 耗时耗力 所以呢 这个病人呢 也是尽可能的想 给它节省费用 所以我们在当时 跟病人谈的时候呢 就想采取这种 同期 同步的一种双侧 手术的这种方式 这个呢 就是当时的设备图 我们可以看到 俯卧分腿位 下面 这个主要进行 这个数量管净的碎石 然后呢 双侧的肾径 当时我们制定的手术方案呢 是先做一侧 先做一侧 看情况 然后根据 这侧的情况决定 第二 就是对侧的这个 静批肾径 是同期做 还是分期做 这个呢 是整个手术过程的一个情况 俯卧分腿位 主要是取数尿管 下段的结石 包括左侧 也是一支 数尿管上段的结石 右侧呢 是直接做的精臂肾径 当右侧的精臂肾径 处理完毕之后 其实 这个已经完成了 一个spice手术 就是双侧同步 同期同步的一个手术 之后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患者左侧的多镜联合 在数尿管硬镜处理结石的同时呢 也做了精臂肾径手术 这个呢 是病人的数前 以及数后第一天 和数后一个月 数后一个月的 整个的复查的情况 可以看到 通过一次手术 我们把这个病人 整个的结石 完全的清楚 这件来讲 达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 当然虽然说这个 这个案例是一个个例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整个的治疗效果 我们觉得还是 不敢说有说服力吧 至少我们觉得 这个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这个图有点慢 斜阳卧结石胃呢 是我们经常采取的一个手术方式 包括我们做一侧的多镜联合的时候 我们也采用这种方式 当然呢 在做这种spice 双侧同步同时的手术的时候呢 这种手术方式呢 我们觉得有它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 它的优势呢 是这种体位比较方便 顺便而软定的操作 但是呢 协仰卧结石胃 做经费肾镜穿刺和造漏的时候 穿刺的位置的选择 包括这个进水 这个肾脏里面的灌注情况 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种 经费肾镜相对简单 而顺便而静会复杂的一些病人 我们会选择这个体位 另外这个呢 就是俘卧分腿位 这个呢 是应该说是在 意优那篇文章的基础上 我们 总结自己相关的经验 所采用这种体位 这种体位的优势呢 就是说 这个体位做经费肾镜 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可以做双侧的经费肾镜 当然 还是讲 凡是要根据手中 具体的情况去定 但是这个手术 这个体位 对于做经费肾镜来讲 应该说 出力复杂的结实 就是应该说 更加有利一些 但是它的劣势呢 就是确实做 俘卧分腿位的 顺便宜管软定的操作 会比较困难 尤其男性病人 在做这个俘卧分腿位 双侧同步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 应该说 做的力数并不是很多啊 武力 我们感受到的 应该说 在病人选择上来讲呢 应该说是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点 这样来讲 能够尽可能的提高 手术的成功率 第一呢 就是说 软定的这种病人 应该尽可能选 女性应该说是有优势的 尿道比较短 相对 治管 俯卧 包括静翘和操作 应该都有好处 第二呢 就是说 最好这个病人 在做软定的这一侧呢 最好数量管里面没有结实 或者说数量管上段的结实 很容易推到肾脏里面去 如果数量管里面多发的结实 这种情况来讲 做数量管静的碎石 体位的方向 包括操作起来 都有一定的困难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病人既往有过 数量管手术的病史 或者有过这种 流脂低脂管的病史 或者排斥史 他的数量管条件会比较好 这种情况来讲 俯卧分腿外的 SPACE手术 应该说 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好 最后 总结一下 这个双侧上尿路的 结实的处理原则 和手术方式呢 应该说在不断的发展 和进步和演变 我们在国内呢 首次开展了这种SPACE 就是双侧同步 同时的这种 同期的手术 就是两组医生 在同一期中 同步处理双侧上尿路结实 目前我们做的这个操作呢 应该来讲呢 样本量并不是很大 但是整体的实验结果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满意 这种SPACE手术呢 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 总体的手术 结麻醉时间 可以提高这个效率跟费用比 缩短总的住院时间 同时呢 也可以缩短DG管留置时间 住院时间缩短 包括留置DG管时间短 对中青年来讲 应该有好处 让他们可以更快地返回工作 还一个呢 就是这个手术 确实是需要一个 技术成熟的团队 进行磨合和配合 需要一定的技术储备 具体的手术呢 手术方式呢 也要根据病人的 具体情况去制定 在今后的研究中 我们将更多的采取这种方式 进行大应的 这种随机标研究 对它的安全性有效性 进行进一步的 应该说研究和探讨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康宁教授 我们带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演讲 像我没有做过 但是我觉得是 康宁教授 他们介绍的一个经验 非常有用 而且 比如我们中心 我们做过 先往我解释位 我觉得可能是 你这启发我了 我回去要 我也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有请 这一节的 这个讨论嘉宾 我们陈杰教授 哎 刘主任好 刘主任好 那也是非常感谢 学组给学组领导 给我们这个样的一个 学习这个 一整天 这个学习的机会 那个 刚刚我认真听 也听讲了 这个康教授的 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同期同步的 这个 一侧 一侧是精彩剩 同期同步的 另一侧是软禁的 这样的一个手术的 一个开创性的 这样的一个 临床手术方式的 一个讲解和分享 是我感觉 也是受益非浅 那么很多的一些 有些 对于有些病人来说的话 还是挺有 挺有这个必要 去做这样的一件工作 也是秉承了 我们对于在 结石领域方面 治疗的上面来是 进一步的 这个微创化 增高 增加单次手术的 侵蚀率 减少住院时间 然后减少多次 拿着的一个 一个 一个频率 减少一个费用的 这样的一个 总的原则 那我有一个小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 康教授 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些 一个病例来说的话 同一侧 经历胜另外一侧 受到过软禁 那么对比 同期分部手术来说的话 你的同期同步 也就是我所谓的 同期分部 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 会去先去一个 一个分腿位 仰慕位来做一个软禁 然后呢 翻过来再 治管了之后 再做另一侧的 经历胜禁 这样 比起同期分部来说 同期同步的 最大的这个优势 您觉得是在哪里 谢谢 谢谢陈教授 这个 我们做这些手术的时候呢 首先来讲呢 好像我觉得 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还是 为了保证安全起见 所以也不是说 所有的病人 都适合这种手术方式 所有的治疗呢 应该说都有 它一个发展的过程 包括最开始的 我那个幻灯里所讲的 双侧只做软禁 那会儿可能 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 所以它很长的 一段时间都停滞了 之后呢 能够有这种 像EU上发的这篇文章 先让我结实位 进行这种SPACE 就是同期同步手术 这种这种治疗 到我们这儿呢 又增加了一种 筋的体位 俘卧位 去做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呢 应该说 可以减少这个 手术的时间 麻醉的时间 包括住院的时间 我觉得 应该说对 应该说对 有选择的 对一定的病人 是有 是有帮助 是有好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 有请 徐贵斌教授 徐教授 没有在 那我们文家明教授在吗 文教授 没有在是吧 文教授 徐贵斌教授 那边可能网络了点问题 他但是上不来 但是没有开摄像头 好像能看到 文教授在吗 就关掉了 他一直在尝试开关 你看 不是 这 程岳 程岳教授在吗 刚才在的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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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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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教授来了 看到那个什么了 对 对 信号不太好 陈教授 您那是信号不太好 我这边也听不到声音 这跟那个分线联合有点类似 是做这个分线可以的 不是我就是养过的 这样也是这样 这两个主持人 我觉得是这样 我跟世界问题 我讲重测的重测性和软性 我换测的这次 还得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换测的这次 我才告诉张富兵在里头 但是你另外一侧 也得让开 也得让开 但是我看你 因为我没看清理 所以我怕的是什么 就是你一开始要上硬性的时候 会不会对调整 会打成这个对策的调整 会不会打成这个硬性 这个问题 那样 我这个 像我这世代的什么 确实 跟你要去承认 让那个丁顺的对策 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对策的 就是一个 对策的 还是高的话 来进行你的 对策的 所以我再做这个 对策的 对 对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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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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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 他们那个 头当的 创业 程教授 程岳教授在吗 又 又 网上说我的声音听不到了 这可以提到的意义 文起收入听不到了 你的声音听不到 这张图片应该能够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在做西洋卷尸位的时候这个体位 精疲肾镜这一侧抬高 这个肾镜就是输尿管镜的这个 精疲肾镜这条腿的这一侧 应该不受特别大的影响 在做输尿管软镜这条腿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让它摆得低平一点 这样来讲就是减少你筋镜的时候 这种角度上的这种 我们讲的操作影响对操作的影响 好 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感谢今天参加我们会议的学会和CEOA结识学组的各位领导 现在我们再等一下成业教授 因为成业教授的网络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问题 我们还是想请成业教授最后为进展与经验这个环节做一下点评 也很感谢成业教授 因为这个环节应该是整个这个会议最后一个环节了 成业教授我看从这个Master Forum这个环节就已经开始进来 然后一直在观看我们的这个会议 成业教授您是不是要不然您重新登录一下 因为刚才在这个环节开始的时候 您和我们的交流依然是很通畅的 成业教授您重新登录一次就行 然后我们把您拉到这个会议室里 你这样你拿我电话 今天的这个会议呢 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多个这个线下会场 然后联合了一个Zoom平台这种形式 我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这种形式 应该给它叫分名字了 反正就是多个分会场的一个会议 这个第一次尝试 我们能坚持到现在 一个从9点到4点的这个这么长时间 没有严重的这个网络问题 没有严重的这个干扰 我觉得已经是我个人们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了 可能在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 这种会议形式应该是我们学术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 将来可能会在这种形式上的推演出更多的这个模式来 但是东规呢还是希望将来这个线下交流 能够慢慢恢复正常 因为我想学术碰到学术交流呢 还应该更多的是需要面对面的去交谈 我们这个今年CUA新闻结实学组呢 虽然说在上半年 疫情下没有完成这个线下的这种交流 但是我们线上的活动呢很多 我们完成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几个区域的这个一个清晰营的交流 然后呢还完成了几期国际的交流 那么不仅是把我们的这个年轻的这个 喂 听得见吗 陈教授 听得见 你好 好好好 我们现在没看到您的影像 在后台我也还是开着 还是后台在操作 因为我也打开着 陈教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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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口味 能够听到您的声音我们已经非常开心了 感谢您在线上一直给我们这个默默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这个特别期待 你给我们的点评 谢谢 谢谢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很清楚 我可以说话了吗 随时 感谢陈教授 那这样吧 我说两句 这个 最近的叶教授 还有黄建教授 还有这个我们的薛格业教授和李金教授 还有各位 节识界的这个青年朋友 大家 笑话 我呢 今天从 其实我是从上午开始听 一直在听这个讲的 和讨论内容 我觉得 非常的好 这个内容 不仅我们这一段内容很好 那么整个内容都非常好 尤其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许教授和这个李教授的整个日程很好 内容非常丰富 不像过去我们只讲不讨论 今天的讨论可能是这个 我这我觉得这个会很好在那就是所谓的大咖不在老人不在年轻人非常的活跃思想把他们真正的一面体现出来能够发现问题讨论问题 那今天这个整个内容呢 陈教授 您那里是不是不小心按了那个静音呢 还是网络问题 陈教授 您现在好像是在静音状态 感谢大家 喂 喂 我们终于看到了您的影像 也听到了您的声音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自己就在跳 自己在跳动 我简单讲完了 所以我总觉得我们中国年纪非常有活力 那么大家在今天讨论会上 我觉得大家都展示了自己的思考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方面我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内容很丰富 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同时也希望我们年轻的一生 能够冲除亚洲走向世界 我们能够在今后国际的会议上 多有我们精彩的发言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筹划的清理学组的各位同道 谢谢你们 感谢程教授 感谢程教授热情洋溢的致辞 我觉得程教授的这一段致辞 不是仅仅对于竞争与经验这个环节的一个总结 应该是对今天整个会议的一个全面的总结 也感谢程教授 为我们年轻医生提出了很多希望 我想将来在CEOA 以及CEOA结实学组 还有IAU的共同领导下 我们年轻人一定会走得更稳更快 也希望各位老专家 一定在将来的时间里边 能够为我们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指导 帮助对我们的错误 及时提出一些批评指正 那么刚才和徐教授商量一下 我把今天的会议简单做一个总结 因为今天的会议的确是在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形式 但是我想今天的会议假如成功了 那么我们吸取今天的经验 然后借鉴今天的成功 我们将来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 搞更多的这种学术交流 学术碰撞 我个人觉得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要积极的勇敢的大胆的 甚至是我们厚着脸皮的应该往外走 这个一定的 大家将来不仅在国内去更多的宣传展示自己 将来更多的要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呢 更多的宣传展示自己 接好老一代的这个接力棒 在老一代人家已经为我们开拓好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呢 更多的展示自己 让中国的节食治疗 中国的这个手术技术呢 能够让更多的国际的医生知道 让更多的这个国际的目光呢 转向中国 甚至呢将来能够把话语权呢 能够拉到我们这边来 不像现在呢 我们做事永远要遵循国际上的这个指南 当然这个寻传医学是一定要的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经验总结的更好 所以下半年呢学组的工作呢 还是形式还是集中于这种网络会议 那么但是我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开拓更多的渠道 去把自己的声音呢传向世界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所有的委员 更加感谢今天来为我们点评和致辞的专家们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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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